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超級大趕路終於趕回家去 那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個 Fever 樂園中華創設計Side A的轉蛋吧 我們快速的講一講 因為時間有點趕 我等一下還有一點事情要先出門一下 好 那我們第一隻的話是我們萬山財神 萬山財神的話是深珠管理者技巧 行三款的話是4777711777777 主動機1的話是一回合防禦力變成0 卻與全體傷害700倍 然後皇屬性攻擊力 皇屬性神珠管理者攻擊力提升7萬 被動二的話是解除幻想敵人主動技 主被動傷害無效 然後減輕反射解除自證被動無效 然後皇跟特殊珠以外轉C珠傷害跟障礙增幅 一回合皇屬性神珠管理者攻擊力提升1000 一回合皇屬性神珠管理者傷害障礙珠破壞 然後傷害珠連鎖版面擴張40 六六的話是單體敵人CD變2 然後吸收上裸珠 皇屬性神珠管理者攻擊力提升 然後點暗次數成100暴暗增幅 一回合皇屬性神珠管理者攻擊力提升1000 皇屬性神珠管理者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1萬 然後三回合皇屬性神珠管理者病毒無效 版面擴張40 至於救援是給予單體7至傷害170% 然後皇屬性神珠管理者提升200 接下來我們就一路簡稱了 太太多了 就皇神管 我們就皇神管了 傷害破壞然後病毒無效 推殖技能推殖抗應 皇神管攻擊力提升7000 然後血量提升7000 攻擊力提升7萬 點按次數加1暴風強化 然後點按黃色珠連鎖紅綠藍 然後被動3的話是 皇色珠轉黃暴彈大掉落 皇屬性神珠管理者普通攻擊 CG傷害提升100% C珠生成縮短36 被動4的話是各階層開始 皇神管-1 然後自身-1HP超量7萬 被動5的話是自身在隊伍的24位 破壞7個以上C珠 皇神管點按C珠-1 CD-1 然後自身700%參加攻擊 自身在24位 然後破C珠黃神管 這個回合結束皇神管提升21萬 最多提升21萬 那被動6號 幻想人類神珠管理者 英雄武士 學著中隊伍內重置5個種族 死皇神管 技能推遲抗性50% 然後攻擊力提升7萬 點按次數加1普通 攻擊跟CG傷害提升100% 好啦我只能說啦 這個皇神管基本上就是為了他們 但大部分情況下 都還是以皇屬性為主啦 那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 特別去湊被動6的話 你至少就要擺3隻了 因為正常來說 神珠管理者有了嘛 所以大部分我覺得你可能會從人類 英雄然後跟學術 應該會是比較好湊的一個陣容 比較好湊的一個組合 但是實際上效能會怎麼樣 就要測了 因為你看我們想光是米諾塔 他就沒有 他就沒有在任何這個種族中啦 所以就變成說 要配的話其實就要花一點點時間去湊隊伍 我有點忘記三肖是什麼種族 有點忘了 可能到時候我們晚上直播的時候再來測一下 整體來說啦 該有的直傷有 然後如果你被動湊得出來的話 大概是十幾萬 四五萬的攻擊力吧 然後被動3 然後CD3 然後700倍的砲 然後第二砲還可以再升攻擊這樣 所以大砲很痛 沒話講大砲很痛 然後二技的話算是給高難用的 解除傷害 解除幻想敵人 然後有傷害跟障礙征服 然後還有傷害跟障礙珠破壞 然後還要連鎖 所以其實效能 這個CD3 2技的話效能也還算不錯 那被動6 技能3的話就是算是比較像是 萬山財神 而不是 海山財神那樣子的性能 然後就是吸收上鎖珠 然後包斷征服 還有版面擴張 然後也有給這個病毒無效 所以其實 我覺得萬山財神EX的話 三個技能啦 其實要大砲有大砲 要輸出有輸出 要處理高難的能力 也蠻有的 就是你看傷害障礙的破壞 然後還有這個版面擴張 然後還有增幅也有 然後病毒無效 還可以幫你解病毒無效 其實還蠻萬用的一個主動技 然後C技的話是7次傷害 170% 也就是總共是1190%的效能 然後但是就是這個前提是 你要降防 然後對面防御力是0的話 才不會被扣吧 如果對面有高防的話 有可能還是都是1190% 然後永久疊提升攻擊力還蠻高的 200永久疊給蠻多的 然後被動的話 我覺得就是該有的都有版面擴張 這個暴風強化 然後連鎖 然後升攻 升血量 然後還有弱爆彈 然後普攻 跟CD傷害提升也有 都有給啦 然後-CD 然後握手 其實基本上就是黃屬性 現在怎麼讓黃屬性入隊 該有的所有東西基本上都有 那他要怎麼配 基本上很簡單 洛西 就只要配洛西給他 應該就可以給他全世界了 只要配洛西角色給他 應該就可以給他全世界了 那這個被動6到底能不能進入到 一般黃隊 這個可能真的要試一下 因為像是米諾桃 我記得是惡魔跟守護者吧 我記得 我有點忘了 反正我確定是有一個惡魔啦 而且是沒有在這幾個裡面 所以就變成說你要入隊的話 就要嘛就是要硬湊 硬湊出來 不然就是你真的要放這個背6 所以放棄這個背6 所以就是這個 可能要看我們到底有沒有背6 實際入隊的效益啦 但是算是來說 我覺得你真的蠻缺黃屬性的話 是可以拚的一個考量 但實際上效益真的好不好 我覺得能不能擠掉黃屬性 現階段這種超高暴力隊 還是得試啦 那我們就晚一點 我們再來試試看 我想啦 增幅加1000應該啦 1000是整數 應該比較沒那麼卡 這個我們就到時候晚一點 晚上開始播的時候 我們再來試一下 那另外一隻的話是筆桿 筆桿的話特性是說 它可以有4種顏色可以選啦 但是 聽說根據可靠線報來講 好像只能摺一 你不是說你可以4個一直變換 所以就變成說有一點麻煩 好了我們就先以紅屬性的來講 然後其他屬性應該就是很單純的 很單純的變換屬性而已吧 我看一下 應該就都是很單純的變換屬性 然後或者是洛西的 洛西的顏色 不一樣而已吧 不然的話我們今天時間要大爆炸 好我們先以看紅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其他的 我們等一下去公告拉一下 好那CD3的話呢 三圍的話是27777 然後11777 然後2777 解除反擊 隨機轉換7個炸彈C珠 一回合兩側攻擊力跟自身攻擊力提升 10萬 然後被動2技的話是解除反擊 隨機轉換7個炸彈C珠大 特殊注意外轉紅珠 紅珠黃跟爆彈增幅自身 跟兩側攻擊力提升100 然後兩側跟自身攻擊力提升1萬 然後紅色珠強化400% 三回合兩側跟自身版面擴張36 一回合藍轉綠屬性 那CD2的話是 給予單體傷害170% 然後兩回合攻擊力跟自身提升700 被動1的話是破傷破障跟還如笑 被動2的話是 人類英雄幻想神族攻擊力 管理者武士學術攻擊力提升7萬 然後幫我搶換178 紅色珠連鎖 兩側跟自身點按字數加1 藍色珠短自身C掉落 一回合破壞70個C珠 結側為止兩側攻擊力跟自身提升7萬 但最高是28萬 一回合破壞700個以上射珠 兩側跟自身攻擊力提升17萬 然後攻擊力700% 參加一般攻擊 然後幻想神族 人類幻想人類神族管理者英雄武士學術 同時存在5種族的時候 兩側跟自身攻擊力提升7萬 點按字數加1普通攻擊力提升170% 喔好啦 人類英雄至少你如果 假設我們黃屬性的話 你要配萬三財神 好像可以 好像可以硬放了一個吧 但效能真的會不會好 我覺得真低挺不好說的耶 目前看下來的話就是比較偏向是輔助性能吧 如果你說你真的要配的話 我實在是覺得 他就真的只能當一個輔助 效力真的有沒有到特別好 我覺得其實也不一定 綠色的話是20%機率轉自身C掉落 可是最近綠屬性蠻多角色主動技都是給機率弱C耶 然後就變成綠屬性會被吃掉耶 就他的被動就直接被吃掉了耶 我就覺得 然後被動三財神的話是 喔其實是有差的耶 被動四這邊是70個以上射珠 然後點按字數加2 然後CG差 喔那我們真的這個要轉公告去看 好我們這個轉公告好了 這個變得有一點 有一點複雜 不是 你這樣子性能弄成這樣喔 還要那麼複雜 而且還不能隨機 聽說啦是不能隨意轉換的是不是 然後第一個的話是 被動四是攻擊力 呃 紅屬性是攻擊力提升最高28萬啦 然後 黃色的話是 CG傷害提升70% 然後各階層開始 喔每一個三七也不一樣耶 各階層開始是 哇靠 太崩潰了吧 這什麼東西 然後冒險開始階層-6 然後回合開始 好我只能跟你說 藍屬性不用看了好不好 藍屬性就是體力型 喔他做法是做體力型喔 喔喔喔喔好啦 藍屬性體力型用不到了啦 我就直接講了吧 藍屬性體力型用不到了 然後機率20% 然後 然後不獸綠跟愛心諸兩車 喔這個偶爾會有奇效啦 但我覺得 綠屬性的效益也 比較少見一點點 黃屬性的話是封技無效 然後點下次數加1 然後攻擊力提升 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硬要選的話 你想要直接把萬三也拼出來的話 看起來啦 紅屬性跟黃屬性 效能是會比較好一點點的齁 就看起來 效能比較好一點點啦 阿黃屬性比桿兩個技能怎麼怪怪的啊 怎麼都是 怎麼兩個都是一第三 到底在幹嘛啊 我真是 哇幹 這比桿到底在抽太久 喔 我要瘋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 以被動跟主動技沒有寫反的情況下的話 我會覺得說 紅屬性的效能跟黃屬性的效能不錯 我現在不太清楚這個被動三道也是 在寫個什麼奇怪的東西齁 對我今天講 然後整個表現來說的話 藍屬性啦 體力型 我就覺得現在體力型是真的 沒什麼人想要了 當然他的這樣子的使用範疇 是真的蠻多效能還挺不錯的 但我會覺得說 比桿這樣子你真的只能擇一的情況下的話 以牛棚缺乏啦 紅跟黃都可以 藍跟綠我覺得 目前這樣考量下來的話 是真的偏不太一定啦 所以這個應該是這樣 其他支的話我會覺得說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會是 你為了拚灌三彩神才會出比桿 這個我覺得啦 兩隻角色的強度還是有一點點的小落差 不過就看看B匙到底比桿會是 是以小蔣出或者是 他就是賽A才會出 這個我覺得就可能要看到下個禮拜的狀態 然後我們之後再來看看機率吧 反正就是大概就是這樣啦 我覺得那個弄的有點太複雜了 我們簡單講一點就是 如果你真的有比桿的話 盡量還是以紅跟黃為主吧 好那我們來看看他的機率 機率的話是 萬山1% 然後比桿也1% 然後保底格是各35% A49保底格是各35% 所以其實看起來是還不錯啦 整個池字來講是 挺不錯的 如果你有A19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425顆 你如果有425顆 然後你缺黃屬性的角色的話 比桿跟萬山彩神都可以拚拚看 那萬山彩神的定位會是比較 比較是以打手為主 但能不能入三敲 那對我喔 不太能確定 這個真的要晚一點我們直播的時候 再來慢慢測這樣子 然後另外比桿的話 就是比較像是輔助性能面 那紅屬性跟黃屬性的效益 我覺得都還挺不錯的 你看這個可以升攻 然後也有洛西 兩岸次數增加有爆方強化還有升攻 所以整體來說 就說啦 你如果真的缺直傷仔的大炮 提升攻擊力的大炮的話 比桿 紅屬性版本也不錯 然後黃屬性的話 就不知道這個技能是不是寫錯了 這是單技還是雙技 這個我們之後再看 但是整體的被動效益來說的話 我覺得 你在很缺角色的情況下 你還是可以拿去拿來搭萬山的啦 幫助他的被動溜去 比較好湊一點點 這個應該是這樣子 那當然因為是寫賽的A 所以沒意外下個禮拜應該會有賽B 所以就 我覺得就 如果你真的石頭很有限的話 你想要蹲蹲看賽B 好賽B的話應該就是 李白跟 杜甫啦 李白跟杜甫 可能吧 我也不確定 因為我其實根本就還沒有看遊戲 這邊的 杜甫在這裡了是不是 那應該就會是 李白跟孔子吧 好彼此的話應該就會是 李白跟孔子 不然也有可能是 李白跟筆桿 好這個我們就要再看看 因為現在還沒有看到下禮拜的技能組 所以我們也不能 我也不能很保證說 下周會不會比較強 但 通常啦 男角就還是會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 可能下禮拜再看看了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真的還有詳細想要討論的話 就等晚上直播 我們今天一樣是10點半 也會開直播冊 應該不會抽 因為我的帳單 的日期是21號 所以我可能不會想要那麼快 面對要付款 付帳款的日子 所以 應該會等到下個禮拜 B池的資訊出來的時候 我才會一起抽這樣子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那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按個訂閱按個喜歡幫我分享出去 那還有什麼想要討論的 就再幫我寫一寫 好那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